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丽拥有丰富的外交经验 他曾在多个重要岗位上任职 包括驻芬兰大使和外交部外事管理司司长 此次交接的背景由未引人注目 因为前总领事黄平因任其满而卸任 这位自2018年以来一直在职的外交官 在任内面对不少挑战 特别是在近期关于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 以及其前赴幕僚长被控不当行为的情况下 陈丽的上任意味着新一轮的外交策略 及应对挑战的机会 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 以及在当地的中国社区 这些都是我们接下来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本期的突发事件 今天我们聚焦的是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新任总领事的任命变动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事情的背景 根据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提供的消息 2024年10月27日 中国新任驻纽约总领事陈丽仪抵达纽约 正式开始履行齐心职务 陈丽的到任受到了总领馆主要外交官的热烈欢迎 他们亲自前往机场迎接她的到来 陈丽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 曾在中国外交部多个重要岗位上任职 她早年服务于外交部的苏欧司 随后调任驻南联盟大使馆以及外交部的欧亚司 2016年至2022年间 她担任中国驻芬兰共和国特命权权大使 积累了丰富的国际外交经验 随后 陈丽于2024年10月之前担任外交部外事管理司的司长 这些丰富的履历 无意为她在纽约的新岗位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提到陈丽的前任黄平值得一提的是 她自2018年起担任驻纽约总领事 直到今年10月因任期结束 即达到退休年龄而卸任 在黄平即将卸任的前几个月 纽约州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今年9月 纽约州曾爆出一起涉及中国代理人的法律案件 纽约州长的前赴幕僚长孙文英 被控非法担任中国代理人而受到指控 在此背景下 纽约州长霍楚曾公开表达了希望驱逐黄平的愿望 这一事件在中美外交关系中激起了不少波澜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陈丽的道任 从表面上看 这只是一次正常的外交官职位调动 然而在更深层次上 我们需要考虑到中美关系当前的复杂背景 近年来 中美之间的摩擦不仅限于贸易领域 还涉及科技 军事 文化等多个层面 在这种背景下 陈丽的道任无疑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不仅是维持中美之间的日常外交沟通 更可能需要在某些敏感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 陈丽的道任也意味着 中国在美外交政策可能出现的细微调整 作为一名具有丰富经验的外交官 陈丽是否会在处理中美关系的过程中引入新的策略 我们拭目以待 美国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家 纽约又是一个国际大都市 总领事在当地的工作 不仅要面对各级政府还需与当地的华人社区商界 学术界进行密切交流合作 从纽约的角度来看 作为美国的重要经济文化中心 纽约与中国在多方面有着广泛的合作和交流 从金融到教育 从科技到文化交流 纽约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而总领事的任务就是在这些领域搭建桥梁 增进了解和合作 总领事的角色不仅限于促进国家间的交流 还包括保障在美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近年来 随着国际形势的复杂化 海外华人的安全和合法权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陈丽到任后 如何继续推动和保障这方面的工作 也将是她一个重要的考验 综上所述 陈丽的到任不仅仅是一次外交职位的更替 她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美当前的外交动态 和未来可能的走向 我们将继续关注她的表现 以及她可能为中美关系带来的变化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突发事件 我们下期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陈丽 这位履历丰富的外交官 如今肩负重任 成为中国驻纽约的新任总领事 随着美国城市中心一轮外交活动的开始 她将接替黄平的职位 继续推动中美之间的交流 尽管她的到来正值中美关系波动时期 但相信她多年的外交经验 尤其是在欧洲国家任职的经历 将为她在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事务中 提供独特的视角和方法 在纽约这个世界大都会 陈丽的角色不仅是代表中国的外交声音 更是促进中美两国之间 文化、经济和政治互动的重要桥梁 黄平的离任也是一段时代的结束 作为一名在职六年的总领事 黄平见证了风云变换的国际局势 以及中美关系的多次波动 特别是在其任期的最后几个月 孙文事件和州长霍楚的驱逐呼声 给黄平的离任增添了一丝戏剧色彩 虽然黄平的离任是因为任期已满 和到达退休年龄 但不可否认的是 她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 也为陈丽上任提供了一个复杂的背景 对于陈丽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挑战 但也是一个展示其外交才能的机会 此次陈丽的任命 也反映了中国外交布局的深思熟虑 在芬兰担任大使期间 陈丽积累了丰富的处理西方国家事务的经验 这将有助于她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城市之一 纽约发挥作用 在纽约 陈丽需要面对的不仅是外交事务 还有来自媒体、民众 以及多方面的关注和期望 她的任务将不仅限于处理中美之间的贸易、 科技和文化交流 还需要面对 由于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引发的挑战 陈丽的到来也意味着 中国在纽约的外交方向可能会细微调整 作为总领事 她的任务之一是增强中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努力化解可能的误解和矛盾 在面临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时 她需要灵活运用自己的外交技巧和策略 推动两国关系的积极发展 无论是通过推动地方政府间的合作 还是支持教育和文化交流项目 陈丽都有可能为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机遇和可能性 总之 陈丽担任新任总领事 正是中国在这个关键时刻 继续深化和拓展中美关系的一步 希望她的领导能够为中美两国带来更多积极的互动和合作 大家好 我们非常高兴地为大家带来区块链和游戏世界中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六度链推出全新平台将彻底改变我们与信息互动的方式 在这个游戏化的平台上 您可以评估内容 预测结果并赢取奖励 想象一下 一个游戏让您的见解塑造信息价值并为此获得奖励 敬请期待 这是一个您不想错过的社区驱动体验 游戏即将开始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